字幕提供 這個東西真的可以促進 孩子的統合 對不對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再來問它 到底怎麼吸引孩子注意才對吧 對 王老師 好 這種刺刺球啊 我們稱為 觸覺球對孩子的那個 觸覺敏感的預防 的確是有效的 喔 真的啊 但是不好意思喔 在感覺桶的教室裡面 用的觸覺球 一顆是幾千塊的 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啊 差別在哪裡啊 對 這樣子的那個觸覺球 所以孩子的安全 的確會有一些 可是摸起來還好耶 但是你要想啊 他有時候是剛學會爬 他剛起來走 如果不小心跌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會有刺到眼睛的那個可能性 所以你說他鋪起來的那個部分 太尖了 所以真正感同的觸覺球 那個尖起來那個地方 是比較遠的 它是叫顆粒的 它叫顆粒球 它不會用這麼尖銳的 這樣子的一個球 去幫孩子要刺激什麼 神經系統啊 或者說是什麼的 並不會 對 所以這個在選這個時候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那其實在小朋友 譬如說已經開始會做的小朋友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觸覺球 跟他互推 的那個遊戲 那如果你買的 像爹爹媽媽 他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那個觸覺球的話 那我們的確會讓孩子 去做 啪 然後讓他 會促進一些 警備的那個張力 這種球 它的凸起物 如果是OK的 它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 它常常去觸摸它 對於它身體的那個感覺同和 是正面的 都有幫助的 都有幫助的 對 因為有些 有些成人 甚至 可能也有一些媽媽 很怕人家碰啊 很怕人家摸它等等 這就是 感覺同和觸覺失調的一個狀況 那觸覺又跟情緒發展是有關係 所以觸覺調整得越好的孩子 他的情緒發展就越穩定 我兒子上 他平常不太會出去外面 就是光腳踩在草地上 對啊 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非常非常的害怕 真的嗎 他就會覺得說 好髒喔 媽媽我不要 對啊 其實那個也有一點點是有點失調 必須要訓練 那小朋友 他有常常玩一些不同質地的球 不同質地的一些 什麼 娃娃啊 玩具啊 的確會整合這個觸覺失調的一個狀況 我家兒子是 我整天拿我的靈帶給他摸他 對啊 每條都是不一樣 王老師你很省錢耶 是的 用靈帶來感覺同科 那還有啊 其他衣服啊 什麼都可以啊 那如果小時候沒有這個 這方面的 大一點 到了可能念小學 再來訓練 來得及嗎 有點慢耶 對 它有一個發展的一個關鍵的一個時期 所以關鍵是 六個月到幾歲呢 我們認為在 六個月到三歲 就是學齡前 就是整個 對 這很重要 那到小學有一些孩子進去 會有一些情緒失調的狀況 或與人互動的狀況 覺得人家都要侵犯他等等 那有某部分的孩子 他就是有感覺同學失調的狀況 是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了解了 對 不一定要這個球 但是常讓他觸摸不同的東西 就有幫助啦 是 好 來 再來 佩蓉媽媽 除了那個還有帶一個什麼 我還有一個洞洞毯 也是讓他摸的 洞洞毯 對 有這種毯啊 對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耶 毯子有很多洞洞 超紅啊 超紅 哇 真的嗎 你們都知道啊 什麼 你的機會來了 寶媽也有啊 大家都有 他們都不同的顏色耶 哦 哇 這個可以幹嘛 蛤 佩蓉媽媽 這個就是 因為他睡覺的時候 會一直戳我的衣服 然後我想要讓他自己睡覺 所以我就買這個讓他去戳 可是我又怕他 就是把自己纏繞起來 他這個洞洞 你最怕纏繞起來看不到外面 所以洞洞的目的是可以看到有光線嗎 不是 不會 哦 呼吸啦 哦 呼吸 不會整個悶住就對了 是這樣嗎 對 還是你想太多 他本來的意義是這樣子嗎 哎呀 你看 馬上示範了 天啊 你馬上給他看布丁 你在跑嗎 網路是說 會避免呼吸 這等一下可以問一下黃醫師 但我認為 我的使用上面我認為最好 最好的是他的 他墊在孩子的那個背部啊 我家小朋友 吹冷氣 睡覺 他背後還是全濕 可是他墊在那個背部 不用吹冷氣 他完全整個晚上都不會流汗 而且 情緒非常好 差別這麼大 對 因為他散熱很好 他散熱真的很好 黃醫師請平反來 機會來了 好好的 我只要比他更多條 黃醫師 這個小弟一直在他們家耶 黃醫師 對啊 把他東西都帶過來 坐這兒 對 我覺得這還不錯 不過我們先澄清一下 這個 如果你是要避免什麼 嬰兒這個 悶住 悶住 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折兩折以後 其實他的 還是擋住 對對對 還是要小心 對 原則上就是說 你 你如果在用這個動動毯的話 你要確保你的孩子已經是 安全的年紀 然後會 或者是說 他旁邊都沒有其他 亂七八糟的東西 會讓他擋住 因為這個動動毯其實 他的 他的包覆性還不錯 他的摩擦力比較大 對 你知道小孩子不愛蓋背嗎 晚上一踢 刷 然後那個棉被就掉 這動動毯很奇怪 他好像有 就是 摩擦力比較強 他扯不太掉 不會滑掉 對 就是他 他可能扯個一下 沒有掉 他就算了就繼續睡著 這個 對於一些小孩子也是有 安撫的效果 你知道那安撫精 對 所以剛剛那個媽媽有在講說那個 他喜歡戳的這個動作 其實他是喜歡那個觸感 好 來 下一位 唯妮媽 老二他 六個月會爬的時候啊 我就買一個這種球 然後就訓練他 驅使他能夠往前爬 他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嬰兒這樣子 然後他就 啊 我要去抓 有沒有 我再試一次喔 所以你當初是訓練小孩爬行喔 對啊 然後他就得第一名耶 得什麼第一名啊 爬行比賽第一名 另外一個訓練出冠軍的 集訓 集訓那幾個 所以你推薦給大家就對了 那個我還是去新竹買 買不到台北 蛤 對啊 這個現場實際印證好像真的還滿有用的 黃醫師 你們家有幾顆 你怎麼知道我家有 真的有啊 哇 真的有啊 不過我必須講的是 這說老實話 真正的球 會比這種 人工去讓他滾動的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小朋友在看東西的時候 他同時在記憶一些我們認為 習以為常的一些物理行為 譬如說今天那個球有一個拋物線 彈 彈 彈 我們都覺得很習以為常嘛 對 可是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 全新的體驗 在學習 看東西以後 原來這個是一個正常的拋物線 對 你看那個職棒選手 那個球打出來 最帥的就是站在那邊不動 對 球就這樣過來 直接切到 他打出來的那一刹那 他就知道會飛到他頭上 沒錯 他就是驚人蕾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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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練習 他就知道說這個球飛過來 就是到我這裡 小朋友也是一樣 他也是藉由 每天看人跑來跑去 看球彈彈彈去 他會去學習一些正常 會彈跳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比較不正常 這個不正常 沒有東西會這樣滾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 如果家裡 正要玩球的話 其實不管像剛剛那個彈力球 或是一般的網球 都可以 其實讓小朋友去學習那個 滾動的方向 彈到牆壁會反彈的角度 他都會看在腦海裡 他會記起來 家裡原本既有的球 就可以來取代了 對 沒有錯 來 下一位 請飛馬咪 因為我有買一些布書 給小朋友玩 然後其實我們給他玩的時候 他其實都不太玩 他就一直咬 一直啃 那我在想說 如果給小朋友看布書的話 有沒有正確的方式啊 那個布書 妳可以打開看一下裡面嗎 好 那這個其實靈良滿目啦 對 裡面很多各頁不同的呈現 不過有一個妳一定沒看過 趕快 請飛馬咪再拿出來 這個很有名耶 這個 訓練小孩的簽頭開發 再也不用花大錢 我女兒大概一歲半的時候 我就會閃 我就會先閃 就是嘴 嘴 眼睛 耳朵 對 就這樣子 我兒子是花錢 花很多錢 去外面上全腦開發 也有這個東西 全腦開發 對 所以很貴的課程 也會有這個東西 有效嗎 妳孩子花多少錢上全腦開發 一萬多塊 一萬多 妳買這個買多少 發冊 一冊才一百多塊 但是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群孩子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沒有像凱文媽媽 她的小朋友 對這東西有學習動機 有興趣 可以投入專注力的 結果我們去做大量的 閃卡練習 提掃俠拉席字 研究發現 到小三以後 閱讀名利 比沒有做閃卡的還要差